透过第一轮比赛,燕归来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他虽然已经达到了聚灵境,但是却只停留在聚灵境一重天,和真正的天才比起来,他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可以调动的能量实在太少了。 整个考核过程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因此,趁着每轮考核的间歇期,他完全可以全力练单,以争取尽快将境界提升起来。 看住燕归来熟练地操作住密室内的一音炼丹器具,雅芙和雅妮不由得一脸兴奋,虽然从小就在父母的逼迫下,背诵和练习了很多歌诀和手法,但是亲自上手,却还一次都没有过。 倒入三问无根之水,再将三包百灵伞倒入炉中,燕归来右手一点之间,金色的火焰顿时在丹炉下的火灶中,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你,你这是在做什么?是在炼丹吗?看住燕归来熟练地操作,雅芙好奇地问。 面对雅芙的询问,燕归来摇了摇头道,不,这不是在炼丹,而是在对成品丹药进行精炼。 哦,精炼丹药吗?听到燕归来的话,雅妮顿时亮起了眼睛,右手轻轻一抬之间,一枚珠红色,圆润如丹的火球出现在了他的手心里。 见到这一幕,雅芙也不肯示弱,同样是右手一抬之间,换出了一枚珠红色的火球。 看住两枚珠红色的虚幻红日,燕归来道,这就是你们雅家大名鼎鼎的。 丹鼎和武林的武林天赋丹火吗?骄傲地昂住脑袋,雅芙道,没错,这就是我们家族纵横千万年不倒的超级武林天赋,丹火。 说话间,雅芙和雅妮对视了一眼,随后两个小姐妹双手一挥之间,将那两团灯火投入到了顶炉之中。 威威,见到这一幕,燕归来急忙伸手阻挡。 要知道,精炼止血散,温度是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差池,稍微差一丝丝,炼制出的就不是完美品质了。 现在,这两个丫头竟然贸然将当火投入到了顶炉之中。 火焰温度肯定会超标啊,所谓的完美品质是指整个炼丹的过程中毫无差错,所有的杂质都被完美地剔出。 因此,就算只有一瞬间的波动,这一炉子的丹药也基本上全毁了。 可惜的是,尽管燕归来喊得很及时了,可是雅芙和雅妮,却是听若未闻,完全不理会燕归来, 直接将两团丹火投入了顶炉之中。 燕归来只好苦笑着摇了摇头,这炉子止血散算是毁了。 不过,既然已经毁了,那也就不重要了,就任由两个丫头去折腾吧。 透过这次失败,燕归来也希望他们能明白,炼丹必须要循序渐进, 谨小甚微,容不得半点冒失。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转眼之间,一刻钟的时间过去了。 看了看那丹炉,燕归来摇了摇头,苦笑着道,这炉子丹药看来是毁了,算了。 赶快倒掉药渣,重新开炼板。 听到燕归来的话,雅芙和雅妮不由得一脸疑惑。 不解地看住燕归来,雅芙道,怎么可能毁了? 哪里毁了?这丹药炼制得很好啊。 很好,听到雅芙的话,燕归来也不多做解释,一把抓起顶炉的盖子。 忽斥,随着丹炉的盖子被打开,刹那间,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鼻而来。 看住丹炉内,那粘稠的,半透明的膏状物质,燕归来猛地瞪大了眼睛。 哎呀,你怎么打开盖子了?赶快盖上啊。 见到这一幕,雅妮急忙跳了起来。 一把夺过丹炉的盖子,重新扣在了丹炉之上。 长出了一口气,雅妮道,你这人啊,丹药又没出炉,你干嘛那么急着打开盖子啊? 料气都散了茫然地看住雅妮。 燕归来道,不,不是,你们的丹火竟然没把这炉子要搞糟。 无奈地摇了摇头雅芙道,若没有把握,你以为我们姊妹会那么冒什么? 丹顶鹤武林的丹火是最奇特的火焰,通常而言火焰都是有温度的。 但丹火是例外,丹火是没有任何温度的丹火,有三大特性,丹火的第一大特性可以引导外部的炉火温度将其均匀地分布在药材之中。 避免了受热不均的情况出现丹火本身没有热量丹火的热量源自炼丹式寄线的火焰。 因此,除非炼丹式自己出错了不燃的话,丹火是不会坏事的。 由于同时对所有药材进行加热,因此,炼丹的速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丹火的第二大特性就是剔除杂质炼制丹药的药材中真正有用的部分其实不多。 绝大部分其实都是无用的杂质,这些杂质若不能剔除的话,便会混杂在丹药中,从而降低了丹药的品质,丹顶鹤是最有灵性的生物。 这种生物的所有灵性又都集中在了丹顶之上,在悬而又悬的丹火的炼制下,丹药的杂质将被大幅度剔除丹药的品质,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最让人感到费解的是,丹火对于丹药有用的成分却不会造成破坏,接下来就是丹火的第三大特性,也是最让人疯狂的特性,丹气。 丹火是无根之火,只要有灵气就可以燃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丹火就是燃烧灵气所形成的火焰,在灵气燃烧之下,丹火会散发出大量的丹气。 这种丹气不是阴云丹气的那种丹气,而是天地灵气融入草木精华后,酝酿而成的丹药之气,吸收了这种丹气后,丹药的品质虽然不会提升,但是药效却会大幅提升,起效时间也大大加快。 因此,雅芙和雅妮根本不必理会燕归来,直接便将丹火投入了丹炉之中,不是他们傻大胆,而是因为,这丹火只会带来好处,绝不会带来任何的坏处,看住燕归来,雅芙认真的道。 有了我们姊妹的帮助,原本不成功的,可能会成功,而原本就成功的,只会更成功,赞叹地看住雅芙和雅妮,怪不得。 楚行天楚莲以及那五大家族的天才,都不远万里赶来这里抢人,有了雅芙和雅妮,在这真的是事半功倍挣兴奋间,雅芙突然急声道,快这炉止血散练好了,快快起炉吧。 练之好了,听到雅芙的话,燕归来不由得一愣,哪可能这么快的。 要知道练之一炉止血散,最起码需要一个时辰,可是现在却刚满一颗钟吧。 一个时辰有八刻钟,有了雅芙和雅妮的加入,炼丹速度提升了八倍。 虽然内心不幸,但是看住丹炉上放射的五彩光芒,却又确实是承担的征兆,猛一咬牙,燕归来掀开了丹炉的盖子,随着丹炉的盖子打开,下一刻。 一道五彩的阴晕丹气,从炉内升腾而起,兴奋地看住那团阴晕丹气,虽然体积上和以前的差不多,但是颜色上却比以前鲜样了太多。 那阴晕丹气难道有很多团吗?看了看燕归来,雅妮解释道,阴晕丹气就一团,不过我们两姊妹作为炼丹童子各自会分享三成的阴晕丹气。 听到这里,燕归来顿时恍然确实,这才符合道理,若炼丹童子无法汲取阴晕丹气的话,那为什么要炼丹呢? 要怎么去提升实力呢?作为炼丹是燕归来的四份雅芙和雅妮姊妹,各得三份加起来正好是十份,虽然不能把所有丹气自己独吞,但是事实上,雅芙和雅妮的加入让阴晕丹气的制合量都大幅度增加。 虽然只得四成,但是燕归来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吸收的这份阴晕丹气远比自己单独炼丹时得到的更多时的百分之百,也不过是十一百的百分之四十,却足足有四十。 因此虽然看起来吃亏了,但事实上,却是赚大了看住燕归来兴奋的样子,雅芙和雅妮相识一笑,随后转过头,朝燕归来看得过去,鸣嘴一笑之间,雅芙道,燕哥哥,我们的丹火,可以引导炉火对丹炉内的所有材料进行均匀加热,点了点头燕归来道,这个你刚才说过了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微笑着看住燕归来,雅妮接口道,燕哥哥好笨,既然能均匀加热,我们就可以同时精炼多分之血散吗? 猛地亮起了眼睛燕归来兴奋的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多倒入几包百灵伞,多加点水进去一起煮,点了点头雅芙苦笑着道,虽然你说得很粗俗,活像是在煮也猜不过,道理就是这个道理,点了点头,雅妮道,是啊,精炼止血散,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温度,因此,只要能保证受热均匀,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这么说来,我们前翠加他一口大锅,一次煮他几百份,然后,听到雅妮的话,燕归来,站起身来,兴奋的道, 停停停,听到燕归来的话,雅芙苦笑着打断了他摇头道,刚还说你像是在煮野菜,你这还真的荡野菜煮啊,怎么,不能这么煮吗?燕归来一脸的茫然,点了点头雅妮道, 没错,只有透过炼丹炉上的各种大阵,何道文,才可以凝聚出天地的造化之力,铁锅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沉淫了一会,雅妮道 当然,若是境界够高,像灵木帝尊那样,能夺天地之造化,即便是空手不借助任何器具,也一样是可以炼丹的苦笑一声燕归来道,灵木帝尊离我们还太远了,不过 既然大国主不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燕归来的询问,雅妮拍了拍面前的丹炉,微笑着说,这是一尊三文皇器最多可以同时炼制三炉丹药什么?听到雅妮的话,燕归来只觉得自己的精神都有点错乱了,茫然地看住雅妮燕归来道,你这话我怎么听得这么迷糊呢?一个炉子同时炼制三炉丹药?难道还能无中生有不成? 鸣嘴一笑之间,雅妮也不多做解释,直接伸出脚丫,分别在丹炉的三角上,镶嵌住的金石上,踢了一下,随着三道能量注入丹炉内,光芒大作,放眼看去,三个拳头大的透明圆球,悬浮在丹炉之内,围绕着丹炉的正中心,缓缓地旋转住,这,这个是,看住丹炉内,那三个透明的光球燕归来,一脸的迷糊,这三个家伙怎么出来的,有啥用?茫然不解之间,雅妮和雅妮也没有解释,轻轻伸出手,在丹炉 在丹炉上轻轻一拍,随着雅妮的拍动,其中一个透明的光球旋转而上,封住了丹炉的入口,同时雅妮和雅妮一个加药一个倒水,很快便完成了所有的工作,随后雅妮再次在丹炉上拍了一下,装了药粉和无根水的透明光球迅速下降,同时另一个透明的光球却迅速升了起来,封住了丹炉的入口,看住雅妮和雅妮熟练的配合,燕归来,顿时恍然很显然,这尊三文皇器的丹炉,是非常标准的制式丹炉,放在现在这三文皇器 一级的丹炉,自然是凤毛麟角等级的好宝贝,可是放在一百年前,这基本上就是一般导师常用的制式丹炉而已,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快三个光球内分别加入了三包百灵散,以及三文无根之水,盖上丹炉的盖子,雅妮和雅妮同时凝聚出丹炉,并且第一时间投进了丹炉之中,看住两个丫头熟练的样子,燕归来不由地叹为观止,虽然最近几年来,雅妮和雅妮确实成了流浪儿童,但事实上,雅妮和雅妮是从小受到良好教育 的富贵人家子女并不是出生在平民窟里的女孩,看住燕归来赞叹的样子,雅妮和雅妮开心地一笑,内心欢喜得不得了,要知道雅妮和雅妮虽然都有丹火,但事实上,他们是不能独自炼丹的丹火本身并没有温度,需要吸收其他火焰的热量,才可以均匀地对丹炉内的药材加热,也就是说如果炉火的温度没控制好,温度过高了,那么雅妮和雅妮姊妹导引过去的温度,也必然是过高的温度,因此雅妮和雅妮最需要的,其实是绝对 精确和稳定的火焰,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将丹火天赋发挥到极限,而恰巧燕归来的火焰,是由三族金屋来控制的,作为王火的祖宗,三族金屋对温度的掌握,不是任何人能比拟的精确又稳定的火焰,让雅妮和雅妮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丹火的所有本领,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真正最顶级的炼丹童子和最初级的炼丹童子最大的差距,就在于火后的把握真正高明的炼丹童子,就算炼丹是给的火猛了,他也 会自我调节,将对丹药造成的损伤,降到最低,甚至直接避免掉,不过当然,雅妮和雅妮距离那个境界,还远得很,甚至于根本没想过要怎么做 有如此稳定精准的火焰,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费那么多心思,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开足马力,全力炼制就好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雅妮和雅妮 看向燕归来的目光,才那么的喜悦,那么的欢喜,要知道百年之前,丹药鼎盛时期,可不只是炼丹师,选炼丹童子,炼丹童子,也是要选炼丹师的 看住燕归来,不知道为什么雅妮和雅妮心目中,几乎同时浮现了这样一个词汇,不过通常而言,天作之和,可是用来形容新婚夫妻的,可没有人用在这样的场合 羞涩地仗红了面孔,雅妮和雅妮对视了一眼,随后扭过头去,不肯看燕归来,看住两个丫头,莫名其妙地红了脸,还一副扭捏的样子,燕归来也是一阵好奇 越是舞动燕归来,就越是发现他的躯体阻碍了疾风十三件的发挥,如果把他的身体拿掉的话,疾风十三件的变化将更加迅捷,更加灵力,更加的灵活多变 可是身体可以去掉吗?只烧一尘瘾,燕归来便得到了答案 很显然,躯体是可以去掉的现在的人类躯体,也许还不行,可是换了是蟒蛇躯体的话 那就大不一样了,心念一动之间,燕归来走到角落处,倒头就睡下一刻,燕归来的意识出现在了千万里外巨大的溶洞之内,扭动了一下身躯 燕归来看了看自己的蟒蛇躯体,一种无比强大的感觉,让他感到信心百倍 心念一动之间,七星古剑瞬间破开空间壁垒,出现在了大蟒蛇的面前,看住凌空悬浮的七星古剑 没有了自我躯体跃术后,疾风十三剑真的完全不一样了,这已经不是剑招了,而是真正的化作了自然界的疾风 看住半空中那灵活如鱿一般的七星古剑 燕归来不由的哈哈大笑了起来,虽然距离真正掌握疾风十三剑,它还差得很远很远,甚至只是刚起步而已 但即便只是这刚一起步,便胜过了这人时间 一切以本我为核心的剑法,疾风十三剑非常简单,一共只有十三招剑矢而已 无论是学起来还是练起来都是非常容易的,可是越是简单的东西,其实越是难以精通 尤其是将十三招剑式组合来的时候,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简直是恐怖极数的 如果能将疾风十三剑真正练到极限处,完全可以将七星古剑化为一道无影无形的疾风 这两个妮子正一脸焦急地推住它,转头,朝单卢的方向看去 五色的光芒,从单卢的与卢盖之间的缝隙中不断散发出来 同一时间,天地之间的灵气凝结为薄薄的乳白色雾气奔涌着 朝单卢涌了过去,注入了单卢当中,不敢怠慢,燕归来急忙跳起身来 一路窜到了单卢旁边,右手一拍之间,单卢的卢盖瞬间偏移 随着单卢的盖子被打开,三道彩虹般的五彩光柱从单卢内腾空而起,朝燕归来的方向投射过来 三道彩虹般的光柱两细一粗,其中最粗的那一道直接化为一座红桥 投向了燕归来的头顶,被她张口吸入腹中,而另外两道光柱则分别投向了雅芙和雅妮的面前 被两个女孩分别吸入腹中,接下来三人盘坐鱼地开始吸收阴晕丹旗中 那轻裂的能量以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境界,波波,很快雅芙和雅妮的身上 各响起了一道轻微的破碎声,与此同时两个丫头的身上放射出澎湃的能量波动 很显然吸收了大量阴晕丹气候,雅芙和雅妮竟然同时晋级了 至于燕归来,也没让人失望酝酿了半天后,一道雄魂的波动猛地从她的身上散发开来 喜悦地睁开眼睛,燕归来道,我已经距离二重天了你们两个呢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雅芙和雅妮同时伸出一个巴掌,欢喜地道 我们俩也都脆体五重天了,好开心 迅速取出了丹炉里的止血伞,两个女孩迅速加住无根水以及百灵伞 随后再次开始炼制了起来,一边控制着丹火对丹炉内的所有药材同步加热 两个女孩一边转过头,和燕归来闲聊住 虽然在正常的状态下炼丹时是绝对不可以分心的 不过现在三人正在进行的可不是炼丹,只是将比较粗糙的药粉 精炼一下而已,因此即便闲聊也不会影响什么惊叹地看住燕归来 雅芙道,燕哥哥这止血散的精炼方法你是从哪里来的 这也太夸张了吧 笨问,兴奋地点了点头,雅妮 说话间燕归来沉吟了一会儿随即道 就我的感觉里,我自己一个人精炼止血散时 获得的阴晕丹气与现在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 最起码也有三倍 听到燕归来的话,雅芙和雅妮不由苦笑了起来 看住燕归来,雅芙道 确实我们姊妹的加入确实让阴晕丹气的制和量都有所提升 顿了顿雅芙继续说 不过这种提升,其实很多时候 是无用的,疑惑恶,看住雅芙燕归来道 怎么可能没用呢 阴晕丹气越多,提升的速度就越快啊 苦笑着摇了摇头雅芙道 人体是有限的 不是无限的,这就好比吃饭一样 虽然说吃饭可以长身体 但是一次给你一锅饭,你吃得下吗 点了点头,雅妮接口道 就算你是大卫王,能吃下一大锅饭 可是你能消化吗,能吸收吗 恍然张大了嘴巴燕归来道 你们的意思是说,虽然阴晕丹气变多了 但是你们无法消化那么多 摇了摇头雅芙道 不是不能消化这么多缺切的 说是无法吸收这么多 消化上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多少阴晕丹气 都是可以融合进去体之内的 可是消化和吸收却不是同一回事 不是消化了 就可以变成自己所有了 此时此刻大量的阴晕丹气 都已经融合在雅芙和雅妮的身体之内了 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不断吸收 转化成自身的能量 提升自己的境界 歪了歪头雅妮可爱的笑道 简单说我和姐姐 现在就像是两个大胖子 一身的阴晕丹气 但能吸收的 却毕竟有限 两然点 那点头雅归来 终于明白了 两个女孩现在的状态 阴晕丹气 虽然可以吸收转化 本身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人体却是有限的 不可能无限去吸收和转化 看了看自己的躯体 雅归来不由地笑了起来 这万象虚空法身 也许也有极限 但是很显然 现在却远远没到极限 不管吸收了多少 阴晕丹气雅归来 都是瞬间转化 按照这个状态练制下去 到这次大笔结束时 他完全可以提升到 距临近九重天左右 一旦雅归来的实力 达到了距临近九重天 他和顶级天才之间的差距 便将瞬间被抹平 欢喜之下 雅归来不由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看住雅归来喜悦的样子 雅芙微笑住摇了摇头道 好了这里没你什么事 你去练剑吧 对对对 听到姐姐的话 雅妮接口道 不要再睡了再睡 就撑猪头了 快快舞剑给我们看 舞剑 听到雅芙和雅妮的要求 雅归来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从今以后 雅归来都不会再舞剑了 不然的话 他的剑道境界 只会越舞越低 越舞越垃圾 如今雅归来 练剑只剩下了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 就是将意识转移到 大蟒蛇躯体上 驾驭七星古剑 刻苦修炼第二种途径 就是驾驭七星古剑 与敌人实战 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途径 就是闭目苦作 三种途径的哪一种 雅归来都是要闭上眼睛的 看起来 确实像是睡住了一般 因此修炼剑道 是没可能了不然的话 就太伤雅芙和雅妮的心了 心念一动之间 雅归来道 女孩子舞剑才好看 男孩子舞剑有什么看头 咱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不不不 快速地摇着头雅妮道 女孩子舞剑有女孩子的美 男孩子舞剑有男孩子的帅气 我就要看你舞剑 摆了摆手雅归来道 我们马上可就要进入青木学府了 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单头歌吧 单头歌 听到雅归来的话 雅妮说 这有什么好背的 我从三岁开始背 现在都能倒背如流浪 严肃起面孔雅归来道 光会背有什么用 我们都不是三岁的孩子了 不但要会背 还要学会用啊 听到雅归来的话 雅芙和雅妮顿时娇去一颤 很显然 他们一直没想过 他们已经可以开始学以致用了 摇头笑了笑雅归来道 首先咱们来看一看这百灵散 它的配方是木通乌梅 车前甘草黄连 顿了顿雅归来道 现在咱们来分辨一下 这道药方的君臣左使 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起的作用很快 雅芙和雅妮的精神 便被雅归来吸引了过去 彼此讨论之间 一如丹药又炼制了出来 时间飞快地流逝住 三天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 当雅归来终于满足地 从密室走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距离四重天的舞者了 三天之内连升三级 其速度之快 简直匪夷所思 这里面固然有止血散的功劳 但是更多的其实 还是雅芙姊妹的辅佐 以及万象虚空法身的神奇 没有雅芙姊妹的帮助 燕归来获取阴晕丹气的效率 将会几倍地下降 没有万象虚空法身的神奇 空有大量的阴晕丹气 也是没有办法 直接转化成实力的 原本雅芙和雅妮姊妹 打算跟燕归来 一起去参加考核 给她加油助威的 不过很显然 燕归来拒绝了此时此刻 雅芙和雅妮姊妹的身体内 续集了太多的燕归丹气 若不尽快吸收的话 便会慢慢散去 那就太可惜了 因此雅芙和雅妮 不能去参加什么大考 他们最重要的 就是闭关苦修 全力吸收身体内 续集的燕归丹气 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和境界 面对燕归来的劝说 雅芙和雅妮虽然很想去 但最后却还是 留在了密室内 闭关苦修 一路赶去了 巨木城的考核场地 放眼看去 人少了一大半 经过第一轮的筛选后 原本十万名孩童 现在却只剩下了一万人 其他的都已经被淘汰了 第二轮考核的是 属性天赋 以及最基本的药材 辨识药材辨识上 难度其实不大 一共只需要认识常用的 三千味药材 就可以了 虽然绝大多数药材 燕归来都没有亲眼见过 但是在上官千秋那里 他其实都看过图片 只要一上手 燕归来就可以判断出药性 再结合图片上的图画 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 首先进行的是 属性天赋测试 对炼丹识来说 武林虽然重要 但是和属性比起来 却还是属性更重要 因此无论是 百年前的青木学府 孩子把手放入这个水池内 按照老玉的指点 燕归来走到了水池边 蹲下身来 将右手放入了水池之中 释放了一道木系能量 随着一道翠绿色的能量注入 那水池之上 顿时掀起了一道道波兰 在燕归来的注视下 那翠绿的木系能量 在水池中 自意地伸展中蔓延着 说也奇怪 那翠绿色的木系能量 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地 在蔓延和伸展 刚开始的时候 燕归来还没看出来 可是随着翠绿色的木系能量蔓延 燕归来还是分辨了出来 放眼看去 燕归来释放出的木系能量 蜿蜒下 竟然犹如作画一般 绘制出了一棵参天古树 那古树粗壮无比 但是树干的心却是空的 尽管树干已经彻底空掉了 但是那古树却依然绿意盎然 朝四面八方投射下了 三千根柳条 看住这微薄的古柳 那老玉的目光中 放射出锐利的光芒 赞叹地看住燕归来那老玉道 不错不错 你的属性为池塘羊柳木 非常适合炼丹 很有发展潜力 听到这老玉的话 燕归来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按照虚空法身上的记载 他的这具身躯 应该是空心羊柳树的树核 才是怎么到了这里 变成了池塘羊柳木了 虽然内心疑惑 但是燕归来却没打算多问 直接顺住后门离开了木屋 一出门燕归来 便看到了趾高气昂的楚行天 见到燕归来出现 那楚行天右手一张之间 一蓬金色的火焰 从他的手上升腾而起 眯住眼睛楚行天冷声道 小子失去的话 乖乖退出 还能保全自己的脸面 继续下去的话 丢人的只会是你 看住楚行天手中 那金色的火焰 感受住那火焰中 创造与毁灭 交织的恐怖威亚 燕归来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看住燕归来皱起了眉头 楚行天得意地道 我拥有着最适合炼丹的 涅槃圣火 是最适合雅芙和雅妮的人选 我劝你不要太自私了 最适合雅芙和雅妮吗 看了看楚行天 从某个角度说真的 是这样涅槃圣火正向施展为毁灭 反向施展为再生 用涅槃圣火的毁灭之力 去驱除丹药内的杂质 除了运气好点外 其实没什么大本事 而且他出身不好 嘲弄的一笑燕归来道 没什么大本事 可是我听说 他可是打下了真灵世界 建立了大楚皇室 摆了摆手楚行天道 真灵世界是真灵世界的三大巨头 打下来的整个过程中 他甚至根本就不在 真灵世界这个功劳 如何能归到他身上 点了点头燕归来笑着道 这么说起来 那大楚皇室 也是他的朋友们建起来的了 毕竟 大楚皇室建立时 那楚行云根本就不在 乾坤世界面对燕归来的话 楚行天断然摇头道 那倒不是事实上 大楚皇室 是我外祖宫牵头 一力建立起来的 你的外祖宫 可是听外面传言 大楚皇室 似乎不是东方天秀仇剑的吧 哼 冷哼一声楚行天道 你一介平民百姓 又能知道多少内情 那人族七大将 若真的忠心拥护大楚皇室 为什么要把持着权柄 不让皇室插手 当然一笑燕归来道 这就怪不得了 我先前还一直疑惑呢 正说到这里 其他房间内的测试 也先后完成了 随着第一批的实名学员 全部完成了第一环测试 接下来要开始的 就是第二环测试了 属性测试虽然很重要 但是淘汰率其实很低 毕竟 绝大多数的木系 以及火系属性 都是适合炼丹的 以木属性为例 不同的木属性 对丹药的增幅 也各不相同 只有类型上的差别 很难真的分出高下 再例如火属性 如果用来攻击的话 那自然是温度越高越好 火焰越爆裂越好 但炼丹却不是这样的 炼丹讲究的是 温火无火搭配 慢慢煎熬 对炼丹事来说 最重要的三大要素 其实是控火能力 辨别药性和药力 以及对炼丹知道的理解 因此真正因为属性不合适 而被淘汰出去的 最多是这二三而已 真正不适合炼丹的 根本就不会来参加 这次的考核 尤其是排名在前一万名的学员 那都是从一出生开始 就测试好了属性 并且注重培养的 因此按照往年的情况看 属性测试 基本上都是能够的 不过接下来这一关 就非常难了 若不是自幼便接受训练的话 恐怕很难过 完成了第一关测试后 十名考生 分别领取了一个 竹条编织的篮子 进入了一个硕大的药房 放眼看去 药房之内 一排排的木架上 摆着各种各样的新鲜药材 负责第二关考核的导师 一人发了一张单方 随后陈生道 大家手中的单方 是十种基础的 一品单药配方 现在 你们按照配方 在药房内 选择对应的药材 说话间 负责第二关考核的导师 陈生道 考核的排名 以选择药材所耗费的时间为依据 时间越短 排名越高 听着考核导师 滔滔不绝地介绍 一旦选错了药 那抱歉 你必须回去重新选什么时候 全部都选对了 才停止计时 看到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负责考核的导师 猛地跺了跺脚 急声道 都愣着做什么 计时已经开始了 听到导师的话 所有人顿时一惊 二话不说 全速冰湿了起来 但即便如此 他们也已经耽误了 最少五个呼吸的时间 深深地看了看 燕归来负责考核的导师 拉过了燕归来的竹篮 接过单方 仔细对了起来 很快 那负责考核的导师 便惊讶地抬起头来 看住燕归来道 虽然不知道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恭喜你 你创造了记录 微笑着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下一关测试 不知道在哪里 要往哪边走 摇了摇 头那负责考核的导师 微笑住道 由于人手有限 今天就只有这两关考核 你已经全部完成了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这么说来 我可以离开了吗 点了点头 那导师道 你已经完成了今天的所有考核 随时可以离开 不行 他还不能走 说话间 楚行天 风势电掣地跑了过来 一把将手中的竹篮 砸在了桌面上 看了看时间 负责考核的导师 大声道 不错 楚行天耗费的时间 为17系这个成绩 放在网界 足以拿到这一轮考核的冠军了 愤怒的 看住燕归来 楚行天怒声道 要不是他刚开始 耽误了我5系的时间 我最快可以达到12系 说话间 其他的几个人 也都纷纷选完了药材 考试规则里 可没规定不允许这么做吧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负责本轮考核的导师 一脸严肃地站了出来 深深地看住燕归来导师 一脸深沉地道 如果你真的是 串通了药房的人 那么 这便已经构成作弊 按照规定你 等等你等等 皱了皱眉头燕归来道 我确实提前知道了 药材的摆放位置 可谁跟你说 我串通药房的人了 眉头紧锁地看住燕归来 那考官说 若不是串通了药房的人 你如何能提前知道各种药材摆放的位置 面对考官的质疑 燕归来直接伸出手 搭在了旁边的木架子上 微笑住道 只要我接触了这些架子 我就可以感知到所有药材的位置 甚至是药性 四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考官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虽然近些年确实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可是放在一百多年前 真正的天才都是可以做到的 很轻易的 那考官便相信了燕归来的说法 毕竟 买通药房的人虽然不难 可是想背下所有药草的位置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虽然那考官很容易就信了 但是包括处刑天在内的其他人 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过去百年来 类似的炼丹天才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 更是一个都没有因此 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 这个是燕归来不由地摇头 叹息了一声多的 不说丹就目前而言 有资格进入天台山溶洞内 修炼的一千多人 个个都拥有着这样的本事 虽然说但凡是木属性都适合炼丹 虽然说但凡是火属性 也都有可能成为炼丹师 但五指尚且有长有短 何况是人的资质 真正的炼丹天才 要么天生就拥有恐怖的控火能力 能徒手驾驭火焰 用火焰凝聚成各种动物 唯妙唯肖 治愈木属的天才 直接体现在对药材的辨识 对药性药力的掌控之上 同样一个单方普通的炼丹师 只会照方抓药手离不开秤坨 离了秤就没办法配药了 即便配出来也很可能是毒药 而真正的天才炼丹师 伸手一抓就知道药性 鼻子一闻就知道 药力根本就不需要秤 没有什么比手更准的 要知道不同年份的药材药效 和药力也是不同的 别说不同年份了 就算是不同产地 甚至不同环境生长出的 药材药效和药力 都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的 普通炼丹师 只能用秤去秤 依照单方记载的重量去配置 可是事实上 真正的天才炼丹师 是按照单方上的药效 和药力的配比 自行斟酌着配药的 看的是药力 而不是重量 见到一行人坚持不肯相信 燕归来无所谓的 靠在木架上微笑住道 你们不信的话 完全可以去把所有药材顺序打乱 然后我再来一遍 就可以了 听到 燕归来的解释 楚行天略意沉吟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很快燕归来被请了出去 由楚行天为首 所有人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把所有的药材顺序完全打乱 放在一百年前 只有能达到这个程度的 才算是天才 什么这 听到燕归来的话 所有人都大受打击 不过很快 楚行天第一个回过神来 傲然笑道 我承认木架方面 你确实是不是出的天才 不过 我的涅槃圣火也绝不逊色 深深的可能助楚行天 燕归来沉生道 确实 涅槃圣火是最适合 炼丹的几种火焰之一 不过 你太过急功近利了 急功近利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楚行天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懂事以来 所有人都在夸奖他 在药材辨识这一关 我输给了你 可是 这难道不是你们木系炼丹师 理应做到的吗 你骄傲的点在哪里呢 说话间 楚行天靠近了燕归来 压低声音 以至有燕归来 能听到的声音道 说起来 你可能不太清楚 虽然青木学府的炼丹传承 确实断绝了 可是我们南宫家族的炼丹传承 却一直没断过 傲然地对住自己 比了比大拇指楚行天道 而且即便青木学府的炼丹传承 没绝也绝比不了 我们南宫家族的 炼丹术说起炼丹 我们南宫家族才是祖宗 深深地看住楚行天燕归来道 确实我承认 南宫家族的祖先轮回天地 确实是人类出现过的 最伟大的炼丹师 但那与你何观 自信地看住燕归来 楚行天道 呵呵 与我无关吗 你最好搞清楚 我的身体内 流淌住地天液的血脉 我同样有着涅槃之火 甚至于 是涅槃圣火 傲然昂起头颅 楚行天道 别看前面两轮 你小声了我两局 不过这不算什么 接下来的测试 才是核心 你很快就会明白 什么叫差距 说完话 那楚行天在不肯停留 昂首阔步地朝门外走去 冷冷横了燕归来一眼 其他的五大天才 也一一跟随在他的身后 陆续离开了药房 悠悠叹息一声 楚莲走到了燕归来的身旁 低声道 涅槃圣火 是最适合炼丹的火焰 接下来的考核你就会明白 我哥哥为什么被称为 超越先祖的超级天才了 第二天的测验结束后 接下来又是三天的假期 所有考生都可以回去好好准备 为三天后的第三轮考核 做好准备 离开了考核现场 燕归来一路回到了 东方家延的药铺里 进入了密室 原本燕归来 打算继续开始练丹 争取今日将境界提升起来 但一进密室 燕归来便发现雅芙和雅妮 此刻还在闭目修炼 很显然 直到现在他们身体内的阴晕丹气 还没有完全吸收 如果现在立刻开始练丹的话 那么雅芙和雅妮身体内的阴晕丹气 将会逐渐散失 对于雅芙和雅妮来说 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 虽然燕归来也知道 只要他开口 雅芙和雅妮一定会配合 他绝对不会说任何话 可是燕归来 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人 不能光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让雅芙和雅妮 在那里浪费时间 沉淫了一会儿燕归来 找来一个蒲团 在两个女孩中间的位置 盘戏坐了下来 双眼微闭中 进入了睡眠状态 下一刻 千万里外的天台山溶洞中 大蟒蛇的眼睛猛地睁了开来 朝周围看去 九个小娇娘都匍匐在他周围的石台上 看似闭目昏睡 实际却已经开始进入修炼状态 正在刻苦修炼 没有打搅他们 燕归来 心念一动之间白光闪过 身影凭空消失在溶洞之内 再次出现时 已经抵达了溶洞外山峰脚下 新建成的古树村落里 经过楚行天的一通炫耀之后 燕归来 忽然意识到了情况的紧迫性 说起炼丹灵目帝尊 只是大楚皇室的先祖 帝天翼的学生而已 一万多年前 其实灵目帝尊 只是帝天翼的炼丹童子 而且虽然南宫家族的炼金术 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 但是却从来未曾断绝过 传承各种炼丹的器具 更是一应俱全 因此那楚行天 虽然年纪还小 但很可能 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炼丹师 至于说 为什么明明有自己的炼丹传承 却还要考取青木学府这一点 燕归来也想过 一来楚行天 显然是想学习 灵目帝尊的炼金术 然后和南宫家族的炼金术 互相对照 畜类旁通之下 提升自己的炼丹之道 二来青木学府 毕竟是唯一可以同时 对全人类招生的学府 这里的人才是最多的 如果楚行天 想组成自己的势力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考入青木学府 成为青木学府最强的炼丹师 然后收服所有的天才 带回南宫家族 从某个角度说 这楚行天 其实就是来挖夜灵的墙角的 要知道从楚行天的话里 可以明确地听出来 人族的七大将和大楚皇室 并不像外人看起来的那么融洽 人族七大将 人人都手握重兵 虽然名义上 效忠于大楚皇室 但是事实上 大楚皇室的手 却伸不到七大将的身边 过去百年来 大楚皇室 一直想办法安插人手 进入七大将的身边 以争取掌握实权 从而实质上 控制这七大势力 楚行天 很可能已经成为了 一品炼丹师 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的话 即便考核时 赢了又如何 即便最终的成绩 燕归来 获得了冠军 可那又怎么样呢 只要一开学楚行天 便可以申请 一品炼丹师考核 一旦考核过关 那么 作为第一个成为 一品炼丹师的楚行天 便有权力 第一个挑选炼丹童子 而且是不容距离 可以开始助手炼丹了 说话间 上官千秋掏出一张丹方 微笑着道 这是一张脆体丹的丹方 你可以试着去炼制一下 兴奋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这脆体丹 就是可以让一个普通人 一夜之间 成为一个脆体 以重天舞者的丹药吗 点了点头 上官千秋道 不仅仅如此 这种丹药 可以淬炼舞者躯体中的杂质 强化机体 即便是脆体境的舞者 吃下去也会提升一个小境界 不过 只有第一颗有效问 听到上官千秋的话 燕归来不由得一阵迷惑 不过很快便醒悟了过来 看住上官千秋 燕归来道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舞者是靠自己修炼 进入脆体境的话 使用一颗脆体丹的话 就可以再提升一个小境界 微笑着点 那点头 上官千秋道 没错 如果是依靠脆体丹 提升到脆体境的话 那在吃脆体丹 也没什么效果了 紧张地咽了口唾液 燕归来道 如果 我自始至终 都没吃过脆体丹 而现在又已经是聚灵境的话 再吃脆丹 还有用吗 断然点了点头 上官千秋道 当然有用了 没使用过脆体 丹 舞者躯体内的许多杂质 都是无法排除体外的 只要境界不超过聚灵境 就都有效果大喜之下 燕归来道 既然如此 那咱们赶快开始吧 我要走 一天学会这脆体丹 成为真正的一品炼丹师 看住燕归来集三火四的样子 上官千秋 只是淡淡的一笑 却并没有阻止 其实 炼丹和炒菜 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原本 最考究的 最难掌握的 就是火候的控制 但现在的问题是 燕归来的三足金屋 根本就是控火的祖宗 只要安排好 便绝不会出任何的差错 因此 对于燕归来来说 就省去了控火的修炼 直接上手炒菜就好了 涉及到炼丹的实际教学 原本上官千秋 是想亲手示范的 不过可惜的是 百年前的那一战 他伤了本源 功力尽失 根本就无法亲自掩饰 给燕归来看 必须请一个助教配合才行 很快 一个衣着干练 行动如风的俏丽女子 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住身材笔挺 面容冷峻 目光中闪耀着 坚毅光芒的女孩子 燕归来不由的眼前一亮 女孩子 大都柔柔弱弱的 说起话来 也是娇声细语 非常的可人 但这个女孩不同 一举一动 都简洁干练 没有任何一丝 多余的动作 进入房间 那女孩双脚病例 身材挺的笔直 冷声道 司徒雷曼 前来报道 欣赏地看了看 那个女孩 上官千秋道 这 一位 就是我最得意的弟子 也是目前村落内 最优秀的恋丹师 司徒雷曼 听到这个名字 燕归来不由地皱了皱眉头道 司徒雷曼 不知道 司徒万里 和他是什么关系 司徒万里嘛 听到这个名字 上官千秋长叹一声 萧瑟地道 司徒万里 为灵木帝尊的大弟子 是人类三大九品出街 炼丹师之一摇了摇头 上官千秋继续道 可惜啊 百年前的一战 司徒万里 大概已经陨落了吧 说话间 上官千秋 朝司徒雷曼看了一眼 随后道 你猜得没错 这丫头 是司徒老儿 最钟爱的玄孙女 现在已经是一名 八品炼丹师了 赞叹地看住司徒雷曼 燕归来知道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这司徒雷曼不过双十年华 可是事实上 他的年岁 却最少有一千多岁了 对司徒雷曼 详细说明了一下情况 司徒雷曼 深深地看了燕归来一眼 随后冷漠地点了点头 一句废话都没有 司徒雷曼 金字走到炼丹师的正中间 右手一挥之间 一尊丹炉 出现在了地面之上 看住那瑰丽无比 金光灿灿的巨大丹炉 燕归来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这个是 看住燕归来 那兴奋的目光 司徒雷曼清冷地道 这是我祖传下来的 飞云雷火炉 为出街地兵 出街地兵 听到司徒雷曼的话 燕归来不由皱了皱眉头道 地兵就是地兵 怎么还分出街 中街 高街的吗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 那司徒雷曼 面色清冷的道 本质上是不分的 不过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却还是分的 出街地兵 通常是地尊炼制而成的 可以增幅自身 的防御或攻击 中街地兵 也是地尊炼制而成的 但是地兵上 镶嵌了能源核心 在增幅自身攻防的同时 地兵本身还可以催发出 一定次数的超强战技 高街地兵 则是在中街地兵的基础上 更换了能源核心 由能量核心 换成了拥有无限能量的 本源玄金 简单一句话形容 初街地兵不带技能 中街地兵附带技能 但有次数限制 高街地兵不但附带技能 还可以无限释放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你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 你这尊飞云雷火炉 虽然是帝兵 但却不附带任何战技或能力 点了点头 司徒雷曼说 没错 灵木帝尊的九龙藤云顶 一经摧发 可将人射入炉中 以九龙之火炼之 威力巨大无比 说话间 司徒雷曼轻轻抚摸住 飞云雷火炉 淡淡地道 不过 丹炉就是用来炼丹的 不是用来战斗的 对我来说 这飞云雷火炉 便已经足够了 说到这里 司徒雷曼转过身 取来了脆体丹 所需的九种药材 每样都取了一大堆 随后 司徒雷曼盘坐在了 炼丹炉前的蒲团之上 右手一挥之间 飞云雷火炉下 火光升腾而起 与此同时 司徒雷曼的双手 曼妙地动了起来 天青草 茎莲子 蛮牛草 看出司徒雷曼不急不躁 悠然无比的动作 燕归来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随着一颗药草 投入丹炉之中 雷火升腾之下 无用的成分 瞬间就被雷火灼烧一空 只保留了最精华的 翠绿色液滴 悬浮在半空中 只觉飞快的掐动之间 半空中 久滴翠绿色的液体 融合为液体 在雷火的灼烧之下 迅速地沉淀凝结 当所有的水分 净数被蒸发之后 一枚圆润无比 黄豆大小的丹丸 便炼制而成了 忽则 一声呼啸间 一团浓郁的阴晕丹气 从丹炉中生腾而起 被司徒雷曼吸入口中 不过 以司徒雷曼八品炼丹师的境界 这些许的阴晕丹气 对他已经没什么作用了 看出司徒雷曼 三两下便炼制出了一枚脆体丹 燕归来不由地一阵茫然 难道 真的这么简单吗 清洗完丹炉 司徒雷曼转过头 看出燕归来道 好了 现在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可以提问了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雷火 在烧掉杂质的情况下 却不会损伤有用的成分 再有 那些脆裂的液滴 是怎么弄出来的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 司徒雷曼严肃地道 首先 我事先挤压出药材中 有用的成分 然后再焚烧杂质的 炖了炖 司徒 雷曼继续说 虽然看起来距离很近 但是其实控火达到一定程度时 即便静在咫尺 也不会伤害到药材的有效成分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我明白了 就算站在上千度的岩浆旁 其实人也不会被烤死 这是火的特性 点了点头 司徒雷曼道 控火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甚至可以指烧灼材料中的某一种物质 而绝不会灼伤其他有效的成分 说话间 司徒雷曼右手一伸 刹那间 一个浑圆的 表面闪耀着紫色雷光的火球 出现在了司徒雷曼的手中 右手倾托着雷火之球 司徒雷曼从头上拔下了一根绣发 随后朝着那雷火之球伸了过去 随着距离的一点点接近 那根头发却没有任何的异样 庞扶 那火球一点温度都没有 一直到纳法斯终于接触在火球之上时 才瞬间燃烧蜷缩了起来 赞叹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原来 控火竟然是这么重要 这就难怪了 这还只是一瓶的 脆体单而已 到了将来 很多古质 角质 甚至是实质的药材 炼制起来才叫麻烦 不过这些暂时都设计不到图雷曼平静的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没错 现在最重要的是成为一名合格的炼丹师 其他的事 暂时都放一放吧 好了 接下来 我放慢速度 再示范一遍 你看仔细了 司徒雷曼语气平单道 说话间 司徒雷曼再次开始熟练地动了起来 很快 又一颗脆体单 成功地炼制了出来 随着第二颗脆体单出炉 司徒雷曼转过头 看住燕归来道 怎么样 这一次看明白了吗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暂时来说 没什么问题 哇 我得亲自炼制一下 才知道到底还有哪里不懂 面对燕归来的要求 司徒雷曼站起身来 把位置让给了燕归来 燕归来兴奋地挪到了单炉的正面 随后轻轻闭上双眼 脑海里再次重复了一遍 炼丹的全过程 以确保没有任何遗落 终于 燕归来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道金色的火焰 凭空而起 窜入了飞云雷火炉中 金色的火焰 升腾而起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道 温度太高了 这次不要六百度 只要三百度就足够了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熊熊的金色火焰瞬间收敛 冉冉地升腾着火焰 看起来舒缓无比 满意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取出了一根药草 运用木系能量 压榨出其中的枝叶 随后将药物的残渣 直接甩入炉火中烧毁 虽然动作上 并没有司徒雷曼那么优雅从容 但是速度和频率上 燕归来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基本上是完美同步的 站在丹炉旁 司徒雷曼目瞪口呆地看住燕归来 这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 不要以为 随便什么人 一上手就可以如此地挥洒自如 没有千百年的苦修 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在司徒雷曼的注视下 一根根药材 凭空生了起来 接二连三地投入了丹炉之中 有效成分被压榨出来 残渣瞬间被焚毁 整个过程中 燕归来的蟒蛇之躯 就盘在那里 连指掘都不需要打 当然 蟒蛇是没有手的 因此想打也没办法打 虽然实际的操作中 还有很多声色之处 可是整体而言 却是非常流畅的 丝毫不在司徒雷曼之下 另一边 燕归来倒没什么感觉 在他想来 大家都是人 既然司徒雷曼能做到 那他自然也能做到 只不过 燕归来一直忽略了的是 司徒雷曼虽然是人 但却是一个 修行了上千年的人 而且是专攻炼丹之道 终于 五彩的光芒闪耀中 天地灵气聚集而来 犹如瀑布一般 朝丹炉涌了过去 下一刻 燕归来张开了蟒蛇之口 一口气息喷出 顿时打开了丹炉的盖子 看住那五色的阴晕丹气 腾空而起 燕归来张开嘴巴 将那团丹气 吞进了肚皮中 啊 嘎 原本 在燕归来看来 这阴晕丹气 虽然对五皇境界的大蟒蛇 基本不会有太大作用 但多多少少的 肯定有点作用吧 但出乎燕归来的预料 那阴晕丹气 被吸入腹中之后 却并没有融入 大蟒蛇的躯体中 而是顺着鳞片的缝隙 散逸了出来 消散在了空气中 面对这一幕 上官千秋仙士一愣 随即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看来 你这蟒蛇之躯 来历不简单啊 哦 怎么个不简单法 燕归来好奇的 道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 上官千秋道 阴晕丹气 对所有五行生物 都是有效的 既然对你无效 便足以说明 你这蟒蛇之躯 并不在五行之中 哭丧住脸 燕归来道 这么说起来 我根本没有办法炼丹了 摇了摇头 上官千秋道 炼丹当然可以 只不过 你无法汲取 阴晕丹气罢了 苦笑一声 燕归来知道 这蟒蛇之躯 显然不适合当炼丹师 不然的话 只会是事倍功半 浪费时间 不过好在 它的人类躯体 是非常适合炼丹的 那万象虚空法身 不但可以完美 吸收阴晕丹气 而且是有多少 就可以吸收多少 多多一闪 摇了摇头 燕归来朝住丹炉内 那散发着 五彩光芒的丹药看去 在燕归来的注视下 司徒雷曼走到了丹炉旁 伸出手指 将那颗脆体丹取了出来 赞叹地看住手中的丹药 司徒雷曼道 不错 真的不错 第一次炼丹 竟然便炼制出了七品丹药 若不是青年所见 我简直不敢相信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燕归来道 其实也没什么了 主要是 你教得好 我只是有样学样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赞叹看了燕归来一眼 司徒雷曼道 能炼制出七品的脆体丹 我想我也没什么 可以教你的了 不知道 你是继续往下学 还是 继续 当然继续 面对司徒雷曼的询问 燕归来哪肯浪费时间 直接示意要往下学 面对燕归来的要求 司徒雷曼没有拒绝 再次和燕归来调换了位置 不过这一次 他炼制的就不是脆体丹了 而是举灵丹 一整天时间里 司徒雷曼先后示范了脆体丹 举灵丹 地灵丹 天灵丹 以及阴阳丹和涅槃丹 这六大丹药 出乎司徒雷曼和上官千秋的预料 这六种丹药 燕归来竟然有样学样的 全部炼制了出来 而且颗颗品质 都保持在七品左右 天才年年都有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 可是即便再怎么天才 那也要有个限度吧 只一天时间 便直接成为六品炼丹师 这又是几个意思 面对上官千秋 以及司徒雷曼的惊讶 燕归来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 总之 他觉得一切都不难 一切都是他该能做到的 论境界 大蟒蛇现在绝对是五黄九重天 甚至是半步帝尊 论火焰控制 三族金屋能威胁到大蟒蛇 自然也不会太低 真实实力 即便不是半步帝尊 也得是五黄九重天左右 至于炼丹的操作 这个就更无法解释了 实际的操作中 虽然感觉有点声色 但是却没有茫然 内心里 燕归来知道做什么 怎么做 事实上 燕归来真正在做的 就是结合着上官千秋传授的 炼丹知识 结合着司徒雷曼传授的炼丹技巧 再加上燕归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自然而然的就做到了 就算有不明白 或不理解的地方 他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答案 找到应对的技巧和手段 在燕归来的感觉里 他以前似乎就会练丹 只是太久没练 所以忘了一样 现在 亲自上手一练 很多绝要和手法 很快便纷纷想了起来 就算脑子里没想到 但是潜意识支配下 却还是随手做了很多操作 无奈地看住燕归来 司徒雷曼道 我只能交到这里了 在网上的五黄丹 需要妖黄的精血 这个我们暂时是没有的 点了点头 上关 千秋道 没错 事实上 五黄丹以上 原本就很少炼制 从涅槃丹起 再往下 炼制的 就不是突破境界专用的丹药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暂时说来 六品炼丹师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 我还是尽快丰富一下 前六品的各种丹药吧 没错没错 听到燕归来的话 上关千秋点头道 光会炼制六种破戒丹可不行 各级的复原丹 灵气丹 以及各种辅助丹药 都是要学的燕归来证 打算开口说话的时候 却猛地感觉到 自己留给熊大和熊二的定位莽珠 被激发了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道 好吧 今天就多谢两位了 暴熊一族那边 似乎发生了点事情 我去看一看点了点头 上关千秋 以及司徒 雷曼目送燕归来离开 下一刻 燕归来撕裂了空间壁垒 施展空间折叠 出现在了靠山村正中央的大木屋内 一现身 燕归来便看到了 焦急无比的熊大和熊二 此时此刻 这两个憨祸在巨大的木屋内焦急地来回走住 一副焦虑的样子 见到燕归来终于出现 熊大和熊二急忙聚了过来 扯开大嗓门 熊大道 哎呀我的大王 你可算是来了 你再不来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你且慢慢说来 听到燕归来的话 熊二跺脚道 慢不得 慢不得的呀 再慢的话 我们抱熊族就快被灭族了呀 点了点头 熊大道 空神音传来了消息 我们熊族的老少 在迁移的过程中 遭受了巨猿族的拦截 若不尽快前去救援的话 恐怕 巨猿族 听到这个名字 燕归来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巨猿族 虽然不是妖族的三大王族之一 只是和巨蟒 以及巨恶两族 并列为两大贵族而已 但事实上 百年前的那一战中 巨猿族的损伤很小 而且 百年之内 巨猿族竟然诞生了一个古元帝尊 只不过 燕归来还是不能理解 以熊族目前的强势 那巨猿族再强 也是远远比不了的 他们哪来的胆子 对熊族下手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沉吟了起来 无论如何 抱熊族的那些老少 燕归来是不会舍弃的 那两万名老者都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他们就是那些熊族少年最好的导师 而那十万名抱熊族孩童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是抱熊遗族的未来 只要培养得到 那绝对可以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铁军 如今在被熊族遗弃之后 抱熊族已经等于是燕归来的私有财产了 因此 燕归来无论如何 也不会坐视他们被消灭 思索间 燕归来断然道 好了 传我命令 抱熊族一万战士 立刻启程 全速救援抱熊族迁移队伍 遵命大王 熊大和熊二攻进一里之后 转身朝外面跑去 一路咆哮声中 很快便聚集了一万名抱熊战士 朝著原始从林外赶了过去 至于燕归来 他是不需要随队出发的 透过定位蟒珠 以及虚空穿梭的能力 他随时都可以抵达熊大和熊二的身边 因此 只要熊大和熊二到了 其实燕归来也就等于是到了 送走了熊大和熊二之后 燕归来冷冷一笑 转身回到了天台山 虽然还没有任何的证据 但是很显然 这巨猿族施展的 绝对是吊虎离山之计 他们最终的目的 肯定是人族的这一千多名炼丹天才 之所以如此推论 也是有原因的 在形态上 巨猿族和人类是最接近的 基本上 人类有的 巨猿一族都有 整体上看 根本没有太大的差异 如果说 有一种妖 可以使用人类的丹药的话 那么最有可能的 绝对是巨猿族 因此 要说巨猿族 对人类的炼金术 没有野心 没有任何想法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若不是有够大的利益 巨猿族怎么可能 轻易去挑衅熊族 要知道 熊族在暴雄帝尊的保全下 可是现在妖族第一强势种族 不过可惜的是 巨猿族的计划 终究是要落空的 有着天台山在 有天台山周围的虚空大阵保护 即便熊大和熊二 带着大军离开了 也没有人可以闯进天台山 抢走这一千多个人族精英 长吸了口气 燕归来回到了溶洞之内 盘坐一团 陷入了沉睡中 同一时间 柴大师的炼丹密室内 燕归来慢慢睁开了眼睛 朝两侧看去 雅芙和雅妮 依然沉浸在修炼中 吸收着身体内的阴晕丹气 不过看情况 应该已经快要结束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没有打搅他们 默默站起身 离开了密室 一路赶去前面的药材铺中 燕归来毫不客气地道 佳妍姐 把脆体丹的各种药材 给我来上三份 脆体丹 听到燕归来的话 东方佳妍不由地一愣 随即不解地道 好好的止血散你不练 练什么脆体丹啊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你且别管 为什么 总之 挑药力足的优质药材 你给我来上三份 我有急用摇了摇头 东方佳妍也不再多问 分别取了三份脆体丹的药材 交给了燕归来 仔细检查了一下三件药材 东方佳妍的眼力 没有任何问题 三份药材 都是药性十足的上家之选 满意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好了 药材的钱 你直接从止血散的钱里扣 我先回去了 点了点头 东方佳妍道 没问题 不过 几根药草而已 不止几个钱 你尽管用好了 摆了摆手 燕归来转过身 一路回到了密室之内 时到现在 虽然雅芙和雅妮 还是没有完成吸收 但是所剩的阴云丹气 已经非常细薄了 虽然还是可以继续吸收 但是效率却已经大大降低了 啪啪 轻轻拍了拍巴掌 将雅芙和雅妮 从静修中惊醒过来 恶然看住燕归来 雅芙道 怎么 有什么事吗 嘟住嘴唇 雅妮也说 就差一点点 就可以吸收前进了 耸了耸肩膀 燕归来道 剩那点就别吸收了 散掉就散掉 咱们要的是效率 懂不懂 无奈地看住燕归来 雅芙道 好吧 那么接下来 咱们继续精炼 止血散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不了 精炼止血散先放一放 暂时来说 咱们先炼制一炉脆体丹吧 听到燕归来的话 雅芙不由得 亮起了双眼 颤抖地道 你说什么 你是说 你现在已经可以炼制脆体丹了 点了点头 燕归来微笑住道 没错 事实便是如此 来 咱们忙起来 兴奋地从地面上跳起身来 雅芙和雅妮快速地跑到了丹炉旁边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 在雅芙和雅妮 两双美丽无比的大眼睛注视下 燕归来轻轻咳嗽了一声 学着司徒雷曼的样子 端坐在了丹炉前的铺团上 此时此刻 燕归来使用的是人类躯体 境界只有距离四重天 因此 想要隔空取物 凌空榨取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还好啊 燕归来非常聪明 可以说是过目不忘 因此 回忆了一下司徒雷曼的动作和手法后 燕归来终于动了起来 在雅芙和雅妮的注视下 燕归来的动作优雅而又从容 一颗颗药 纷纷被投入到丹炉之中 伴随着一连串的指掘 那药草瞬间便被分解开来 在雅芙和雅妮不可置信的注视下 药草中的液体 凝聚为一个翠绿的液滴 悬浮在半空之中 而那些药草的残渣 却瞬间被火焰烧毁 说起来慢 事实上 在燕归来双手舞动之间 一根根药草先后投入到了丹炉中 落入了丹炉中 那三个透明光团之中 榨取 分离 凝炼 一系列的手续下 三团波动着的绿色叶团 悬浮在三个光球中间 所有的药物残渣 都已经被烧成飞灰 排出了丹炉之内 见到这一幕 雅芙和雅妮不敢怠慢 对视一眼之后 同时伸出右手 凝聚出丹火 注入了丹炉之中 一炉三丹 三丹一炉 燕归来也是大胆 在境界和实力都不够的情况下 都显得非常的轻松 甚至是游刃有余 过去两天时间里 燕归来一直跟住司徒雷曼炼丹 最高甚至炼制出了涅槃丹 因此 现在反过头来 再去炼制这一瓶的脆体丹的时候 自然便驾轻就熟 游刃有余了 终于 五彩的光芒 从丹炉中散发开来 天地间的灵气 倒旋而下 纷纷注入了丹炉之中 燕归来右手一拍之间 顿时打开了丹炉的顶盖 沙纳间 三道五彩的光团 从丹炉内飘了出来 两小一大 纷纷朝燕归来 以及雅芙和雅妮飘了过去 猛一张口 三人同时将三团阴云丹气 吸入腹中 一阵舒爽之间 三人却并没有立刻 开始消化和吸收 而是同时将目光 投注到了三颗丹药之上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随手捏起一枚脆体丹 摇头道 不行不行 火候没问题 但是杂质的剔除 还是不够彻底 这只是一枚八品脆体丹 嗯嗯 点了点头 雅芙道 刚才我们姊妹俩太过小心 不敢太多地驱除杂质 生怕不小心驱除了有益的成分 无奈下 燕归来取过三个木盒 姜 三颗脆体丹装了进去 离开了密室 朝前面的药铺走了过去 看住 燕归来愁眉苦脸地走了进来 东方佳妍摇了摇头 笑着道 怎么样 炼制失败了吧 苦笑着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是啊 还是差了那么一丝 就差一丝啊 横了燕归来一眼 东方佳妍道 我就说嘛 炼丹不比其他 最是讲究循序渐进 你现在还是打击储为重 炼制一品丹药 为时还太早了 叹息了一声 燕归来将三个木盒 放在柜台上道 我可不会轻易认输 你帮我把这三颗脆体丹卖了 再把脆体丹的药草 给我来上三份 恶然看了看那三个木盒 东方佳妍不由地一脸恶然 不是说 炼丹失败了吗 都失败了 那还卖什么 丹灰嘛 疑惑间 东方佳妍轻轻掀开了木盒 下一刻 浓郁的丹香 顿时冲进了她的胸肺 以东方佳妍的学识 直一眼之下 便分辨了出来 毫无疑问 这脆体丹 绝对是八品丹药啊 这也叫失败 恶然抬起来 恶然抬起头 朝眉头紧锁的燕归来看去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忽然意识到 对于燕归来来说 只要丹药的品质不是完美 就算是失败吧 东方佳妍不由地哭笑不得 要知道 正常情况下 经过一年的学习和修炼后 能正式成为一品炼丹师 便已经是天才 通常而言 初级炼丹师 虽然也可以炼制出脆体丹 但是丹药的品质 最多也就三五品的样子 要是谁能炼制出八品丹药 恐怕立刻就明冻学府了 可是燕归来倒好 炼制出八品的脆体丹 竟然还不满意 这还要不要其他人火 思索间 东方佳妍为燕归来 再取了三份脆体丹药材 并且将那三颗八品脆体丹 摆在了柜台内 这么高品质的脆体丹 绝对是抢手货 接过了三份脆体丹的药材 燕归来默然赶回了密室 其实 燕归来倒没那么傲娇 非完美品质不欢 但要知道 这八成品质的丹药 其中的三品 其实是雅芙和雅妮姊妹 帮忙提升的 扣除了那三品 燕归来实际炼制出的 其实是五成品质的丹药 这显然是不及格的 虽然 用蟒蛇之躯时 随手就可以炼制出 七品以上的丹药 可是要知道 蟒蛇之躯 毕竟拥有着五皇的境界 而人类的躯体 现在却只有距离四重天而已 炼制起丹药来 可谓是束手束脚 捉襟剑肘 因此 燕归来很清楚 如果不想被楚行天击败 从而失去雅芙和雅妮的话 他就必须精益求精 尽快提升自己的炼丹水准 第一轮考核 全聚目成 足有十万考生参加 第二轮考核时 参加便只剩下了一万考生 第三轮考核时 考生只剩下了一千名 面对如此残酷的淘汰 燕归来眉头皱得很紧 虽然作为榜首 无论谁被淘汰 也轮不到他 可是对于这种选拔方式 燕归来还是感觉非常的不妥当 虽然这样选拔 肯定也可以选拔出人才 但是真正最顶级的天才 却几乎必然被漏掉 前两轮考核还凑合 燕归来虽然觉得不太严谨 但最起码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这第三轮考核 他是完全看不懂的 一千名考生 接下来将淘汰其中的九百名 只留下最后的一百人 作为聚目成的考生 参加全国范围内的千成大考 让燕归来不明白的是 这第三关的考核 竟然是排位赛 所谓的排位赛 一共设立十个擂台 所有考生 按照之前考试的号码 轮流上台挑战 胜者加一分 负者减一分 先积累够十分的 则名列第一位 虽然按照以往的经验 越是高级的炼丹师 实力也越强 可是如此逆向推理的话 却显然不合适的 炼丹师品级越高 实力就越强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但这并不能说 实力越强的 就越能成为高级炼丹师 其实恰恰相反 从上官千秋那里得知 没有人能真正的实权实美 真正的超级天才 一向突出的同时 其实其他方面的短板非常严重 尤其是实力上 不但不强大 反而非常弱小 真正让这些炼丹天才 迅速崛起的 是炼丹天赋配合下 快速获得的高品质 高浓度的阴韵干气 因此 对于这第三轮考核 燕归来是完全不理解 也无法接受的 这画蛇天足般的第三轮考核 直接就将真正的天才 全部淘汰了出去 一个都别想进入 全国范围的千成大考 不过仔细想想 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考核毕竟要进行 淘汰也必须完成 最后进入全国千成大考的 只能有一百个人 因此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 一拍大腿 想出了这样一个 似是而非的考核方法 虽然内心里摇头不止 但是作为考生 燕归来唯一能做的 就是去适应规则 而不能去定定规则 不管合理不合理 只要想考入青木学府 就必须通过考核 领取了比赛用的木剑 作为排名第一的种子 燕归来第一个出场 踏上了一号擂台 在他的身后 楚行天 东方骏等 排名前十的队员 纷纷成为了种子 纷纷踏上了十个擂台 接下来 他们要面临着 所有人的挑战 助力在一号擂台之上 燕归来转头 朝二号擂台上的 楚行天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那楚行天 一脸傲然地抱住双臂 高挑的身材 挺得比之 如今 燕归来终于明白 他上一轮 为什么那么有自信了 如果专门针对擂台 对拼的话 那确实只需要防 不需要手 平击爆裂的火焰 直接将对手击溃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控制 叹西柱摇了摇头 燕归来不再理会楚行天 无论如何 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他燕归来不需要和任何人比 只要做到自己的极限 便足够了 经过过去三天的努力 燕归来现在已经达到了聚灵六重天 其中 凭击住阴暈丹器 燕归来提升了一重天 随后 成功炼制出了完美脆体丹 再次提升了一重天 现在 雅芙和雅妮 再次蓄满了一身的阴暈丹器 又是开心 又是无奈的 再次进入闭关状态 开始苦苦吸收身体内蓄积的阴暈丹器 对于燕归来 两姊妹实在是万分羡慕 不管有多少阴暈丹器 燕归来都照惜不悟 消化吸收得特别快 刚刚吞噬了阴暈丹器 燕归来的实力便迅速地提升 消化和吸收几乎是瞬间完成的 完全不需要过程 终于 随着考核开始 排名第十一名的考生 踏上了一号擂台 面对着前两轮考核的冠军 燕归来的对手 显然非常忌惮 围绕着燕归来缓缓地绕住圈 不敢轻易出手 霸王拳法横行霸道 轰隆 就在燕归来和对手陷入僵持阶段时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中 二号擂台之上 楚行天已经一记横行霸道 将对手轰飞下了擂台 感受着二号擂台上 那肆虐的火系能量 燕归来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很显然 楚行天 这是想争第一了 虽然即便这一轮 即便楚行天得了第一 总分数上 还是被燕归来压在身下 可是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面对的是谁 燕归来都不可能轻易让出第一的宝座 没有人 可以压在他的头上 长吸了口气 燕归来身形一闪之间 一步窜出 朝着他的对手刺了过去 面对燕归来这闪电般的意见 对方猛一咬牙 目光犀利地注视着燕归来 意见朝燕归来的双眼刺了过去 虽然彼此使用的都是木剑 可是一旦被刺入眼眶 一样是可以死人的 相对来说 燕归来的意见 却是刺向对方的胸膛 即便刺中了 也很难造成什么伤害 很显然 对方是想平级落手 逼燕归来闪避 或是回剑自救 若燕归来置之不理的话 那么燕归来刺中对方的同时 对方也会刺中他的眼睛 面对这一幕 燕归来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身体柳条一般地摆动了一下 一个蛇形走位后 直接绕开了那刺向眼睛的意见 与此同时 燕归来手中的木剑横柱轮了出去 啪 在清脆的声响中 燕归来的木剑放平 狠狠地抽在了对方的脸蛋上 抽得眼冒惊心 晃了晃脑袋 对方虽然还有再战之力 可是依照比赛规则 他已经是败了 失去了继续挑战的权力 霸王拳法独霸一方 轰隆 就在燕归来的第一个对手刚下台 第二个对手即将上台的时候 旁边的二号擂台上 出向的了 虽然只是意见刺出 但是那剑间却变化不定 飘忽一场 明明眼看着燕归来意见封喉地斩了过来 可是当他的对手真的意见挡过去时 却挡了个空 同一时间 燕归来的一剑 已经刺中了他的胸膛 没错 这就是见到进入新的境界后的云剑士 其玄妙之处 已经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了 真正的云剑士 虽然并不会产生云雾 但是意见刺出 却让对手产生缥缈不定的感觉 犹如坠入云雾之中 完全判断不出剑士的走向 霸王拳法黄图霸叶 疾风十三剑崩剑士 几乎在同一时间 燕归来和楚行天 各自祭拜了第十个对手 剧烈的喘息间 楚行天道 我比你早了一秒祭拜对手 所以 这一轮我是第一 悠然一笑 燕归来道 不不不 你说反了 是我早了你一秒才对 听到燕归来的话 楚行天不由地暴怒道 明明是我先发的招 先命中的对手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对啊 你是先我一步命中的对手 可我却先你一步 用剑指住了对手的咽喉 顿了顿 燕归来道 在你的对手落地前 是没有办法判断 他还有没有反抗能力的 所以并不能判定你胜利 断然摇住头 楚行天道 我是直接 将对手击飞出擂台的 因此 我拳头命中的那一刻 就已经赢了 呵呵一笑 燕归来道 在他的身体 正式飞出擂台前 我已经制住了对手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赢的人都是我 看住台上两个人隔空争执 所有人都有点傻眼了 仔细说起来 其实无论是观众 还是考官 都知道 这一轮考核 显然是燕归来胜了 且不说 燕归来确实快了那么一点 就算真的是同时结束 在有争议的情况下 当然还是以排名比较靠前的人为胜者 不过 这场比赛毕竟不同 燕归来和楚行天 一个是无名小卒 一个是大楚皇室的皇孙 真想一碗水端平 那就太不给大楚皇室面子了 要知道 大楚皇室虽然不掌权 但面子虽然想给 但一时间 却不知道该怎么给 若是直接就此宣布 获胜者是楚行天的话 那即便他们帮了忙 也很可能受到处罚 大楚皇室不需要这种抹黑的方式 去获得胜利 所有裁判都犹豫不定之下 擂台上的燕归来和楚行天 便吵了得不可开交 终于 楚行天猛地伸出手 指指着燕归来道 有本事 你和我来一场 看看咱们俩谁胜谁败 你敢吗 面对这样的挑战 燕 归来怎么可能退缩 燕归来可不会认为自己赢定了 看住裁判那迟疑的表情 若他什么都不做的话 很可能判楚行天获得胜利的 毕竟 这样的判罚虽然勉强了点 但是确实是楚行天先发招 先命中对手的 只不过 依照规定 要木剑碰到对手身体 才算胜利 楚行天的拳头不是木剑 即便先一步碰到了 又能说明什么呢 依照比赛规则 楚行天将对手击飞出擂台 也算是胜利 可是燕归来的木剑 却先一步碰到了对手的身体 因此 按照规则来说 楚行天绝对是输了的 可是规则虽然摆在那里 但是使用规则的人 到底要不要用这个规则 决定权却不在燕归来手中 燕归来也知道 换了是其他人 裁判早就做出判决了 获胜者毫无疑问 就是燕归来 可是裁判迟迟不表态 其实便已经是表态了 显然是不打算照规则来了 长吸了口气 燕归来也不想要这种模棱两可的 有争议的胜利 胜负无所谓 关键是要赢得坦然 赢得光明磊落 思索间 燕归来断然点头道 你要站 那便站 放马过来吧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楚行天直接凌空 跳到了一号擂台之上 与燕归来面对面 的站在一起 见到燕归来和楚行天 终于达成了协议 考官终于站了出来 大声宣布了起来 有鉴于比赛成绩有争议 因此特加赛一场 刘燕归来 对上楚行天 胜者为排位赛第一名 负者为排位赛第二名 看住渊庭月志的两大天骄 现场的气氛瞬间高涨了起来 其他擂台的比赛 全部都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聚集在一号擂台旁 欣赏这场焦点之战 仔细看去 那楚行天虽然手持木剑 但其实只是摆设而已 他真正擅长的 反而是拳法 这霸王拳法 是帝天翼年轻时 仗之横行天下的拳法 曾经的帝天翼 正是平级一套霸王拳法 打遍天下无敌手 并培养出了舍我其谁 与天对弈的灵力气势 现在 楚行天也学了这霸王拳法 显然是深受大楚皇室的看重 全力栽培 加赛开始 随着考官的一声令下 燕归来一步踏出 手中的木剑悠然而动 犹如水面上 悄然划过的一叶偏周一般 悄无声息地朝楚行天 刺了过去 面对这一剑 楚行天前所未有地凝重了起来 这一剑看起来很慢 一举一动交代得清清楚楚 彭扶一副静纸的画卷一般 悠然地朝这边飘过来 可是当楚行天全速闪身挥拳时 却发现自己的动作忽然变得好慢 好迟钝 是他的速度真的变慢了吗 很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 速度是相对的 正是对方的快 衬托出了他的慢 所谓迅雷不及掩耳 不是他没反应 而是根本来不及 呵呀 猛地绷紧了全身的肌肉 逆境之下 楚行天爆发出了无穷的潜力 一记重拳 朝着燕归来的宝剑挥了过去 霸王拳法独霸一方 轰隆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楚行天霸道的一拳 自下而上 朝天空挥了过去 一拳之下 以楚行天为中心 一道直径一公尺的赤火 腾空而起 在炽热的火焰中 燕归来手中的木剑 瞬间便化作了飞灰 只剩下一个焦黑的剑柄 还紧抓在燕归来的手中 燕归来不由地苦笑摇头 这次考核 为了避免意外损伤 用的是普通的木剑 根本就不经烧 而且 即便换了铁剑 意义也不大 这霸王拳法 实在是太强了 独霸一方 是霸王拳法中 唯一将攻防 急于一身的强大拳招 一拳挥出 以楚行天为核心 方圆一公尺之内 一切的事物都会被先飞 即便是大刀重斧 也休想压制他 冷笑住 看住燕归来 楚行天猙獰的道 现在 你的剑没了 我看你怎么战胜我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他的一身本事 都在剑上 现在没了剑 就只能看住燕归来苦笑的样子 那楚行天兴奋之下 两步跨了过来 手中一式横行霸道 夹带住冲天的火焰气息 朝燕归来席卷了过来 呼啦 伴随着楚行天一拳挥出 一道金色的凤凰虚影 在他身后舒展开双翅 熊熊的火焰 包裹住楚行天的拳头 呼啸着朝燕归来轰了过去 面对这样的一拳 燕归来知道 一旦被其正面轰重 恐怕比赛立刻就结束了 就算不被其正面轰重 只是擦了的鞭 恐怕也落不到好处 以楚行天这一拳蕴含的能量 即便只是冲击波 便足以将燕归来轰飞出擂台之外了 有心躲避 可是霸王拳法 是天下间最霸道的拳法 拳头一旦挥出 便不可躲避 要么硬抗 要么对轰 没有其他的选择 当然 燕归是不信邪 非要去躲避的话 那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可以负责地说一句 那是死路 刚才的十轮战斗中 不是没人试图躲避过 可是双脚刚一离地 楚行天便会施展毒霸一方 彻底将对方轰飞出去 可以说 在和楚行天对战的时候 双脚一旦离地 就已经是败了 面对着狂暴的楚行天 燕归来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如今 木剑已经被烧毁了 他一身的本领 根本无从施展 七星古剑虽然强大 但这是在比赛 只能用木剑 不允许用其他兵器的 赤手空拳之下 燕归来的境界 本就比楚行天低三阶 而且楚行天施展的 又是帝尊级绝学霸王拳法 因此 双方的差距 其实是非常大的 燕归来已经没得选择了 只剩下那研究了一半的万象截指 还可以用来对敌了 这万象截指 燕归来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试着练过 却从来没有用来对战过 其具体威力 也无从判断 不过 都到了这个时候 燕归来也没得考虑了 不用万象截指的话 他已经没啥可用的 猛一咬牙之间 燕归来长吸了口气 既然楚行天 身负涅槃圣火 那么依照五行相克的理论 该选择水系的能量 来对付他 说时迟 那时快 这一切的思考活动 其实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 面对着楚行天 那霸道无比的一拳 燕归来轻轻抬起右手 食指一点之间 一道漆黑的光芒 瞬间从指尖窜了出去 则 锐利的破空声中 无比凝聚的黑色能量 瞬间动穿了楚行天的拳头火焰 以翠枯拉朽之势 动穿了楚行天的右胸 在所有观众骇然注视下 燕归来的食指中 放射出的漆黑光线 瞬间动穿了一切 从楚行天的右胸射入 后背射出 足足向后方延伸了近十米 这才消散不见 忽则 一声呼啸间 随着右胸被射穿 楚行天周身的火焰 彭扶被浇了一盆冷水一般 瞬间便熄灭了 身体一连几个亮呛 楚行天无神地瞪大住双眼 茫然地栽下了擂台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不省人事 这 这怎么回事 恶然看住 颓然栽倒在擂台下的楚行天 燕归来一脸的茫然 完全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的一指 燕归来是没有杀意的 故意选择了右胸作为目标 即便动穿了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没曾想 这万象截止威力 竟然如此巨大 既动穿了右胸 还击溃了楚行天 好在作为巨木城的考核组织方 早就考虑到有人会受伤 因此 医护人员早就等在这里了 几名擅长医疗和救治的舞者 纷纷围了上来 检查着楚行天的伤势 很快 结果出来了 这楚行天 竟然大义于常人 他的心脏 竟然是长在右边的 原本 燕归来是想避开要害 所以才选择了右胸 可是谁曾想 这楚行天偏偏心脏生在了右边 原本不是要害的地方 现在却反而成了要害 换了是其他舞者 即便心脏受伤 也不太要紧 毕竟 现场这么多擅长医疗的高手在 不可能就不回来 但楚行天不一样 他拥有着涅槃圣火 而涅槃圣火 平时就是在心脏上生疼的 因此 心脏被水系能量洞窗后 楚行天绝对是本源大伤 世人皆知 水火不相容 而且 燕归来放射出的黑色水系能量光线 是最本源的 最纯粹的水系能量 虽然 肯定是可以治疗和愈合的 但是很显然 楚行天最宝贵的时间 彻底的耽误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大楚皇室插手青木学府的计划 也彻底破产了 面对这个结果 所有人都一脸的严肃 不过 没有人是故意的 事前谁能想到 竟然有人的心脏 竟然是生在右边的 很快 这个结果便被一路通报 上交到了夜灵面前 面对此事 夜灵很快便做出了决断 这轮考核 燕归来为圣者 获取一切的荣耀 楚行天则排名第二 治愈他的伤势 夜灵将亲自出手 将其治愈 争取不耽误下一轮 全国范围内的千层大考 连续三轮拿下冠军后 燕归来却没有太多的欢喜 燕归来很清楚 他已经彻底地得罪了楚行天 甚至得罪了大楚皇室 可是 他也是很无奈的 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只是在力争上游而已 这也有错嘛 长叹一声 燕归来摇了摇头 不想继续思考下去了 再怎么想 也不过是自寻烦恼而已 随着第三轮考核结束 接下来又是三天的假期 三天之后 所有考生将赶去南明城 参加全国范围内的千层大考 这场大考 全人类一千座城市的前一百名 将汇聚于一堂 一共是十万个考生 这十万个考生 都是从各大城市的十万名考生中 脱颖而出的超级天才 这么多天才 去竞争那一万个名额 竞争之激烈 可以想见 赞叹地摇了摇头 怪不得贫民窟的流浪儿童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透过练丹师考核 这已经和天分和资质 没多大关系了 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一路回到了东方家延那里 燕归来进入了密室 仔细看去 两个丫头还在闭目苦休 身体内的阴晕丹气 才吸收了不到一程 微笑住摇了摇头 燕归来走到两个女孩身边 盘膝坐定 神石切换到了大蟒蛇那边 天台山 巨大的溶洞之内 燕归来慢慢睁开了双眼 扭动了一下蟒蛇之躯 顿时惊醒了九个小娇娘 摇了摇头 示意他们继续修炼后 燕归来赶走了新建的古墓村 见到了上官千秋 详细地将暴雄一族的遭遇 以及自己的猜测与判断 对上官千秋讲了一下 听着燕归来的讲述 上官千秋了眉头皱的痕景 沉吟了好半天 上官千秋道 虽然说 有那座空间大阵在 我们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可是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没错 最起码 要留一张底牌 以防万一燕归来点头道 看了燕归来 一眼 上官千秋道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的战略纵深太浅了 只有方圆千里而已 一旦敌人入侵 我们躲都没处躲 叹息一声 上官千秋继续说 狡兔三窟 我们却只有这一块地盘 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 要想得到真正的安全 我们必须拓展地盘 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到 等这次暴雄族接回来 我便会朝外扩张 东到大海 西到大山 北到雪原 南到人族 我要打下一个大大的地盘 笨笨 双眼放光地看住燕归来 上官千秋道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将 遗失在各个城市的 大量药草 炼丹器具 以及大量的丹方 都找回来 重新建立我们的丹岛传承 重重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到 你说的我早就想过了 不过 现在迫在眉睫的 就是安全的 将所有抱雄族的孩子 全部都借回来 不然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抵御 去侵占那么多地盘 疑惑地看了看燕归来 上官千秋道 你不是留了 那空神鹰在身边联络用吗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让空神鹰叼住你的定位蟒珠 去寻找抱雄族的牵移大队呢 什么 空神鹰叼着蟒珠 听到上官千秋的话 燕归来不由地愕然一愣 不过很快 燕归来便想明白了过来 对啊 以空神鹰的速度 很快就可以叼着蟒珠 找到抱雄族的牵移大队了 透过定位蟒珠 燕归来完全可以透过空间折叠 直接出现在抱雄族的群落中 不用像现在这样 有力都无处施展 兴奋之下 燕归来猛地仰天一声长丝 下一刻 一道荧光闪过 空神鹰诡异地出现在了燕归来的面前 这空神鹰站立不强 但是速度却奇快无比 可以在飞行之中 夹杂住次元穿梭 边闪边飞 边飞边闪 快如极光电影一般 取出一颗蕴含虚空能量的定位蟒珠 燕归来交代道 叼着这颗蟒珠 找到暴雄族的牵移大队 然后激活蟒珠那空神鹰 虽然只是妖兽 而 并非是妖族 但是其智慧还是很高的 有人类七岁孩童的智力 只要交代得够清楚 基本上都能完成 张口将定位蟒珠吞入腹中 空神鹰双翅一扇之间 瞬间化作一道银色的电光 噼里啪啦的声响中 转瞬就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就在空神鹰张口的一刹那 燕归来猛地皱起了眉头 又是那种波动 非常的熟悉 上次 空神鹰将止血散吞入腹中 送去雄王那里的时候 燕归来便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种 无比熟悉的波动 就在刚才 空神鹰张开口吞下定位蟒珠的一刹那 燕归来再次感受到了那种 无比熟悉的波动 最重要的是 透过定位蟒珠燕归来发现 此时此刻 定位蟒珠并不在乾坤世界 也不在虚空世界 而是处在一个单独的 非常玄妙的小空间内 只不过 那空神鹰到底是如何做到 凭空创造一个小空间的呢 疑惑地摇了摇头 燕归来知道 时间紧迫 容不得他多想 思索间 燕归来转过头 看出上官千秋道 对了 这么多年来 你们炼制出了多少份止血散 都拿给我 都拿给你 听到燕归来的话 上官千秋一脸的愕然 面对一脸疑问的上官千秋 燕归来苦笑着道 别愣住了 时间紧迫 一会等空神鹰到了地方 我可就没时间了 耸了耸肩膀 上官千秋 也不多说话 转过身 指着山脚下 原始丛林内的一个小山丘道 那个小山丘里 是一个巨型仓库 里面储存住 一千多万份止血散 愕然看住上官千秋 燕归来怎么也没想到 这里竟然拥有 囤积料这么多的止血散 看住燕归来惊讶的样子 上官千秋傲然道 你可要知道 现在能活住留在这里 而没有被熊强吃掉的 可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区区止血散 炼制起来自然是小意思 不敢怠慢 燕归来叼起上官千秋 施展次元穿梭 几次闪动之间 便抵达了那个山丘之前 在上官千秋的指点下 燕归来打开了山丘仓库的机关 随着机关开启 嘎嘎声响中 一块巨大的岩石 缓缓地移了开来 露出了黑洞洞的入口 扭动身躯 燕归来刚移进入仓库 便闻到了浓郁的药香味 朝周围看去 丘陵内的山体 已经被彻底掏空了 一排排木架子横沉在那里 上面摆满了一个个巨大的包裹 指了指那些包裹 上官千秋道 这些包裹里装着的 就是止血散了 你要怎么拿 张了张嘴巴 燕归来原本是想用嘴叼着的 可是这里这么多止血 散 用嘴怎么可能叼得过来 茫然摇了摇头 焦急下 燕归来不由地想起了 空神音那奇妙的虚空能量波动 以及将物体藏入空间加藏的方式 如果他也可以学会那种方法的话 就可以随身携带大量的物品了 思索间 燕归来下意识地 按照同样的虚空能量运转模式 开始试探了起来 一连射了几次 却始终不得要领 一怒之下 燕归来反而静了下来 炸弹